7月30日,正是杨林丽在微博上大肆爆料小三的事情,该微博被某网友扒出。 微博称,两位美女都是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,并且连两位的名字和照片都爆了出来,正是叫杨林丽,小三叫成岚,两位看上去都是走清纯路线的。 杨林丽刚是在微博大肆爆料小三在人前人后的虚伪表现,随后贴出成岚的一段微博,前后对比成岚在人前人后的真面目, 其中这段微博还得到著名作家溜溜的评论及高度赞赏。 重蓝在微博发表称,女人的谈吐显示了她所受的教育,家庭环境和价值观。 溜溜也对这段评论做出高度赞赏称,这样的姑娘是怎样的娘教育出来的呀,这样的女子以后能嫁什么样的男人啊,怎样教会女儿,还是母亲的必修课。 正是杨林丽回复说,世上最可耻的事就是,就算做尽无耻的事还可以在自己的微博上高调谈论。 女人的谈吐作风显示了所受的教育,家庭环境和价值观的女人,一个没有底线的女人凭什么谈论素质,简直就是污染大众污染空气。 最后还爆料小三为了表示和老公合得来,居然连星座都给改了,作假了三年的星座,并透露小三现在已经关闭了微博评论。